云端的使用好像也好像也不是那么熟练 我觉得可以常用 这东西是好东西 那把它下载下来之后的话呢 并且开起来 那这个范例都 前面这一题就可以把它先关闭好了 把它存那个存有启用具体的 OK 这 锁住了 这不要存好了 OK 好 我们来看一下 查询名单跟黑名单 黑名单的话呢 里面有这么多 总共会有两万多笔 那如果说你用正常的方式来做 的话你要搜寻 其实要查询 会很花时间 那我们用什么方式来做最快呢 其实如果你完全不写VBA 可不可以办到 可以啊 第一个 请各位注意一下 你把这个黑名单变成一个名称 应该会吧 如果你要变名称的话 刚刚讲过 你不要选A1 Ctrl-Ship向下 然后呢 在这个上面呢 打黑名单三个字 这样应该这个范围先把它变成 叫做黑名单 可是这个方法还不够快 我教各位另外一个方法更快 完全不用打黑名单三个字 Ctrl向上 选的时候 请注意哦 包含这个也把它选进来 Ctrl-Ship向下 全部选就对了 再到什么呢 公式里面哦 公式里面有个从选取范围建立 记得哦 这边也必须要顶端列 记得打勾 所谓的顶端列意思就是说 我的名称就在顶端列 也就是说自动把这三个字变成名称 下面就是它的范围 这样更快哦 OK 而且这个方式可以同时建立多个栏位 比如说你有很多栏 对不对 你可以一起选起来 一起顶端列 全部名称就帮你全部建好 这个方法更棒 后面会用到 为什么以后就按F3 就用挑的就好了 因为反正上面栏位名称 你都看得懂 非常方便 这招真的要学起来 以后的话工作会非常惬意 为什么因为你就再也不会知道 你不会忘记说 你到底这里面是什么东西吧 OK 按确定 好 第一个确定一下黑名单有没有 有 而且范围在这边 没问题 第二个的话呢 要怎么查询 最简单 很简单嘛 你就插入一个函数 用统计 统计的话呢 用什么 用Coun if就可以了 Coun if 然后呢 里面的话 Range 按F3 找黑名单 黑名单里面 有没有什么呢 这个条件 这个条件指的就是说呢 在黑名单里面呢 你帮我比对一下 有没有 这个一面有存在 如果有的话呢 他就会告诉你 理论上应该最多是一啦 一的话就表示有 零的话就是表示没有 对不对 所以按确定 好 再来的话点他两下 但是他会卡一下 不过还好 速度应该还算快的 对不对 一定比你自己做还更快 再来的话 你要怎么样 把结果做出来 用资料里面的筛选 筛选里面呢 你就留下什么 留下1的就好了 有没有 然后呢再把这个 把这个范围选起来 我习惯是放在A2 Ctrl Shift向右向下 不用啦 这个不用选到 因为1这个不用嘛 我们就Ctrl向下就可以了 Ctrl C 然后呢 查询结果 Ctrl V 做完了 OK 这样应该有快一点 应该不只快一点 快还蛮多的吧 这个地方呢 完全没有写到VBA 不用写VBA 也可以办到 那里面的话呢 关键的地方就是 第一个建一个什么 名称 公式里面的名称 OK 第二个的话呢 利用那个Countif 帮我做完之后 Countif黑名单 有没有 再利用什么呢 资料里面的筛选 筛选什么呢 筛选1的部分 把资料 Core过去 就可以了 OK 这样应该更简单了 至于 你要把 等一下的东西 变成 那个VBA 可不可以 当然可以啦 这个等一下再来看好了 我想这个 最后记得把 筛选取消掉 不然呢 它只有1 筛选取消 它就会全部出现了 OK 这个查询结果就有了 那第二个当然我会希望说 我可不可以不要做那些动作了 我直接什么按一下查询黑名单 它全部都帮我列出来 然后再来一个就是说呢 可能我希望在做更进步的版本就是说呢 我可以这个都有 我刚刚做的动作 那这个是写VBA的 是非常有时间 另外还有什么呢 增加那个进度列 就是一个bar 一个progress的一个bar 这个可以让那个更友善 因为等一下可能会跑啦 我们是会一个一个去比对 会有个进度 不过这个可能难度比较高一些些 里面的话会增加一个表单 那这个表单的话呢 我们怎么去变更它 让它可以有跑的这个动作 那程式在这边啦 各位也不用担心 等一下我会demo一下给各位看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试一下 还不需要写程式 刚刚的动作呢 其实只是用 Excel里面的一些简易功能 我们就可以把那个黑名单部分呢 先找出来